106岁的哥哥千里迢迢来到山西,看望98岁的妹妹,说实话这个视频啊,我是从头到尾哭着看完的,简直是太令人感动了,在哥哥下车的那一瞬间,妹妹晃晃悠悠的走了过去,哥俩紧紧的抱在了一起,两个人都是泪流满面,哥哥伸出颤抖的手,抚摸着妹妹的头说,我的妹妹,你怎么已经是满头白发了? 妹妹抬起头望着哥哥,苦苦的笑着说,我的哥哥,你还不是和我一样吗?也已经是满头白发,我们两个人都已经老了,哥俩就这样边说,边慢慢悠悠的走进了屋里,他们一会儿笑了,一会儿又哭了,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,看到那一幕真的是太暖心了,就在哥哥要回去的时候,他紧紧的握着妹妹的手说,妹妹,老家的路呢,我可能是最后一次走了,一旁的妹妹早已经是哭红了双眼, 上车以后哥哥再也忍不住了,他放声的大哭了起来,因为他心里明白,他这一走,跟妹妹将是永久的离别,那一瞬间呢,我的心里像被刀子扎了一样疼,两个年迈的老人,经过短暂的相聚,又要分开了,我不由自主的想起爷爷跟我说的一句话,半世父母恩,一世兄妹情,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,父母不可能陪儿女们生活一辈子,当父母远离这个世界了,兄弟姐妹就是这个世界上, 最亲最亲的人,亲情呢,往往是越到老了,岁数越来越大了,越难以割舍,每一个兄弟姐妹,就是父母这辈子留在世上最珍贵的礼物,他是无价的,是用金钱,用名利换不来的,俗话说的好,剪不断的是手足之情,割舍不掉的是血浓于水,屏幕前的家人们,让我们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份手足之情吧, 人生短暂,且心且珍惜